哇,现在夕阳好美啊 去看一下这个天空 今天这个天气是入春以来 感觉最像春天那一天了 非常的暖和 下午开车到另一个城镇去购物 顺便去乡村走个路 哇,感觉好热呀 外套一走的话就拖了在太阳底下 然后车载显示17-18度的样子 但是实际的天气今天是6-14度 我现在又进入这个林子了 准备去采一点野韭菜 昨天晚上去采了,傍晚的时候 现在这个阳光 到这边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夕阳 这边都是别人家的地界之地 这地方都是私人地界了 实际上旁边就是一个农场 然后再一个河流 对面的这个草地就是他们家的 经常会有很多奶流 怕在这吃草 现在没有哎 现在的阳光,夕阳多棒 哎呀,这家门口走出个几百米 就到这了 小区就在这个后面 这个阳光太舒服了 昨天采了个野韭菜,炒了个韭菜 炒鸡蛋 今年的第一次 现在下午采购买了好多肉 媳妇让我再去采一些 准备放到那个肉里面炖 哇,这天太爽 刚才我出门的时候 阳光在这一片的这个乌云后面 在这一块很多的云后面 现在太阳又出来了 所以我幸亏我走的时候 戴上了GoPro 野韭菜的入口就在这 这个就是那个桥 这个河叫戴了河 那天那个徒步走到那个入口 从那一头的入口 说那几个有个吊宝 这个桥在就写着 Defense of the River 戴勒 帝勒 1940年 就是帝勒和保卫战 就相当于在盟军的初期嘛 当时希特勒弄了一个散电战 从阿登山区直接绕过的正面战场 这边就是当年的正面战场 盟军 盟军正对德军 在那个纪念的那个牌子 但是这个地方离那个阿登 还是挺远的嘛 所以 哇 这个河流 这个河流 今年的那个水还是蛮多的啊 去年那个夏天发大水 这个水已经绕 倒到的河面以上了 你看这个地方能看出来 到这个位置的感觉 现在这个桥面到这儿的话 我感觉得两到三米吧 可能得有三米 三米 好 我现在准备进这个林子了 再来看一下 这小河多么舒缓流的 这个农场的拖拉机开出来了 这点路上面经常遇到他 一直到那个铁道那儿 是他们家的这片大片田地 应该是他们家的 好 这就是那个森林的那个入口了 沿着这条路一直往上走 就可以绕到这个森林的后面 这是个小三包啊 这拖拉机 是因为好响啊 哎 这条路可以走了 之前总是在绕一下 因为这有点线 这个木头都是这个政府 属于政府护林园 屁出来的 批的就堆在这儿 他可能朝社会也卖 因为这边取卵呢 有多种多样的方式 有用油的 有用气的 有用霉的 没可能没有 传统的主要就是油 现在熏熏的一般都是气 然后找的那个有壁炉的 可能就有了一些木头 好 我已经到这个入口寨了 我已经看到对面有人走了 人也多 这个脸面长的这个植物 都是那个熊麻 这个玩意儿 你手摸上去以后 哪怕不是汉毛的 这个手心这一面都搓 它那个扎到人特别疼 这边这个大自然里面特别多 现在好像已经过六点了吧 这夕阳阳光多强哦 那么智烈 走到这个正路上 再一条小路 这里面开这个花 开始出现了 也就在开始出现了 之前从来走的来 有一棵树倒下来 现在朝宁的里面走 特意带了一个带子 很简单 很简单粗暴 一抓一抠 昨天把这个叶子剪开了 叶子是叶子 金是金 然后洗了一下 炒了一下 炒了一个 把那个金和个别的叶子 炒了一个韭菜炒鸡蛋 然后把剩下的叶子 就类似于煮粥一样的 和那个麦片 放在一起煮了一下 觉得挺好的 开始出现了 马上再过一段时间 这个里面的这个蕊 全都开花了 现在个别的地方已经 这个就开花了 当大面积全部开花的时候 也挺好看的 在林的里面 这边人一般都喜欢到的 林的里面走走路 遛遛狗 涂涂布之类的 刚才一个母女脸 现在能看到很多花蕊 已经开始开了 现在就属于开花的前夕吧 我们准备计划下周吧 下个周末 去了一个比利时 很著名的一个森林 这个南东花森林 特别好看的一个森林 去走路徒步 顺便看了个花 然后那个森林里面 也有超大面积的野韭菜 这规模 反正这么多年 我所发掘出来的 这个地方和那个森林里面 那个野韭菜林 规模几乎是旗鼓相当 大面积的 然后其他的地方 还发现了好多 达不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但是也是很多的 你看在漫山遍野 全部都是的 在全部都是的 这边开的花就比较多了 你看这 那小白花 小白花挺多的 挺好看的 这一面 开的全是花 好多人 在这林林里面走路 一直到这个小犀牛 一直到这个山坡上 从山坡到这个犀牛 我们这边这个走路 从上面也有一条路 可以走上去 刚才入口的地方有个岔路 可以直接走到这个上面 我昨天踩就在这踩的 但是真正踩的话 要到那一头 但挺远的了 要走到那一头 我就在这踩吧 这边的叶子 感觉今天长得有点 捏木垃圾的 一样的 靠着路边肯定是不好的 我昨天就在这踩的 我今天还在这踩 哎呀 爬到这个柱子上走过去 好安静啊 走到这已经没人了 刚才遇到好几个人走路 好 那我就在这踩呗 这个叶九菜长得太狠了 这个树倒幅下来以后 居然直接从这踩面出来 你瞧这个叶 这个茎多厚 这个叶子 哎呀 这全是的 早期的时候只有叶子 就是从早春的时候长出来 然后渐渐这个茎就长得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然后这个蕊也出来了 到最后这个花也开了 整个 我说这个花可以吃 茎可以吃 叶子可以吃 在不同的阶段 可能口感不一样 你到末期的话 叶子上茎就变老了嘛 你就不好吃了 越往早的话 吃叶子和茎 到末期的话 花开了 把花拆回去 国内不是很多地方 像这种韭菜花 是可以用来腌的菜吃的嘛 韭菜苔之类的 好了 那我现在就准备开始采了 你看我采的 弄得一手好脏啊 都是梨 昨天又带了个剪刀 没用 所以今天我啥都没带 就能直接弄手 薅了 整整一包了 感觉现在至少有一斤了吧 有一斤韭菜了 我都没换地方 就在这儿采的 感觉没什么变化 哎呀 这玩意太多了 这东西就相当于 那个入侵物种 一样的 漫山遍野都是的 那地方也有人采过 哎呀 我现在沿着这个木桩呢 再走回去 好 今天就采这么多了 这树上面长的这个青苔 现在就可见这个树林里面那种比较长连的那种潮湿 形成的那种青苔 这树倒幅的也时间很久的了 我刚才都在爬上来的吧 那我还得等它下去 还得跳下去 哎呦 到另一棵树上 走钢丝走平衡的 好走到这个树桩子宅了 好了今天就采这么多了 够了够稳的 满满一袋子 哎 那个树上面长的那个 就叫木林枝一样的 一二三四五 好大个的 那东西就是一种结 长在这个树上面 像啥 没有任何用处 没有任何卵用 你看三五个大的嘛 很大呀 钉在这个树上 我们这几年基本上 没怎么采 去年我都不知道 有没有真正来采过 顶多就采个刺拔 一两次就了不得了 不感兴趣了 人都是这样的 刚来的时候 哇突然 某一天突然发现这个东西 感觉好神奇 哎呦 兴趣特别大 恨不得每天都采 所以这个时间推移 慢慢慢慢就对这个毫无兴趣了 嗯 要不是他逼着我来 我也不来呀 对吧 嗯 这个地方已经开了好多花了 在这小白花 是吧 是吧 你看这个花孤独 已经含苞欲放了 这个状态 这个哈勒豹子的森林的小紫花 现在也是这个状态 春天最早一波 它这个里面长出来以后 前面 就到这后就倒扣的 像一个中样的 所以我们又称为那种花叫蓝中花 叫蓝中花森林 它的学名叫什么呀 学名我也不知道叫啥 反正我们都称它为蓝中花 嗯 像一个刀扣的钟 特别可爱 它现在那个花蕊上面那个花孤独 现在也是环包欲放的状态 还没达到那个全盛 也就是在下周周末 到下下周周末来一段时间 也就是说4月 到5月之交的这个4月的中下旬 那是它的鼎盛的时候 每年到鼎盛的时候 那个政府会对来进行交通管制 因为去的人太多太多了 那个相当于是一个网红景点一样的 类似于 就是一个纯自然的开放式这个森林 一大片的面积特别大的一个森林 以前在里面能走个十几公里 到那个顶盛的时候 那个车子老远老远就开不进去了 就要停着路边了 然后要走很长的路 像平时飞那个飞那个南东花盛开的春天的时候 其他几节任何去一般来说都特别好停车 车都可以开到了森林的更前 它的环绕的森林大概有十几个停车场 绕着它的一圈 所以我们准备下周去吧 下周正好我周五 我4月的每个周五都休假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周五去上班的时间 工作日去的话肯定没什么人 那时候就可以很开心的把车开到跟前应该 一只大鸟 里面野鸭经常见到 来自那个大鸟 你看搞个鲜鹤一样的 体型好漂亮啊 经常看到这个 这边都是森林地了 但是人要走进来也无所谓 之前夏天走到这好几次 这个河边上面长的全是灌木 居然又是一只野鸭 是四野鸭吗 黑色的 好了现在回去了 拜拜